那我们不如现在用热烈的掌声邀请高行健博士和方子昏教授 我先来讲吧 作为一个介绍 非常感谢中文大学 非常感谢中小梅 邀请高行健博士和方子昏教授 我来跟林健做一个废谈的 其实我穿在跟他讲说 我说还是你来讲吧 大部分都是他来讲 那么我们看看怎么样去做 那么我本来也是重大人 其实我比你们的重大的资历还要深一点 我是新小学院毕业的 这个是在1960年代在农古道那个年代 把我的年纪都讲出来的 你到这个新亚上面去可以看到我的名字 也可以知道我的年纪了 然后呢 其实我前几年还在中大翻译系 翻译系 这里呢 比较熟 那么好了 这个我的故事讲完了 今天的主角呢 就是这个高行健博士 大家都认识了 其实也不用我来介绍 我觉得呢 这个他 他拿这个诺贝奖的时候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 再不可以给一个更好的人了 就是说这个真的是 但是他是这个好好我 心情好 对朋友好 这个 而且呢 对艺术呢 有一种非常执着的这种态度 很沉的 很沉的这种态度 那么我先讲一下 第一点我要讲一下就是他呢 当然就是中国大陆出生 然后呢 很早就演戏了 几岁在家里面都演 跟他一起在演戏 然后呢 念大学的时候呢 就是在这个北京外国语学院去念法文的 他是念法文的 那法文呢 那个时候呢 中国大陆比较封闭 比较封闭呢 他就是通过这个法文呢 他就看到有很多关于外国的东西 外国的东西 外国的文学 外国的这个哲学 戏剧的那种 这个大概 你可以这个 翻查一些文章 他在这个图书 我差不多全部的书他都看过 他都看过 然后呢 他毕业以后呢 就当翻译 就是这个外文诸词 当翻译 法文的翻译 法文的翻译当然也是可以 因为这个缘故呢 就可以接触到 接触到有很多外国的消息 外国的文艺 外国的文学的消息 他一边做翻译呢 一边写 一边写作 一边也有写书 也有写一些 关于文学理论的书 在那个时候呢 他出了一本叫做什么 现代小说《七草》《初探》这本书 这本书呢 薄薄的书 这个是在中国那个年代比较封闭 它就是用一种最新的 当代的这种看法去看小说 这个我也看过 这个跟我这年代是差不多 这个差不多是一种 这个结构主义的方法去看 而且看这个叙事方式 这个轮程这个问题呢 其实后来就发展到 它在自己的小说里面呢 也用到这些记者 也用到这些记者 那么这本书呢 在我们图书馆 在中国大作图书馆 你们也有 你们可以去看看 那个年代呢 其实是一种非常震撼的一本书 震撼的一本书 后来呢 它 这个当然它也写 后来就经过了文革以后呢 它就去了北京文艺 北京人民艺术局院 就是当这个祝团的作家 那么就写了不少的戏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写了出名的戏 比如说比较出名的是车 这个车站 大概是中国第一部实验性的这种 这种这种 当时呢 也是 这个有一种很大很大的突破 后来一些也是比较出名的 这个就做比如说 这个绝对信号啦 这些心里啦 还有这个野人 还有这个彼岸 这个都是有一些了 后来呢不能够 不能够这个演 不能够演出 只是这个内部演出 但是呢 比如说这个车 这个车站呢 在北京文艺演出的时候 那个时候这个院长 大家可能不知道是潮瑜 是我们中国 现在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寺球家 他看到这个戏呢 都大大的赞赏 他说好 这个戏 那么后来呢 因为这个证据原因呢 他就是离开北京到 这个中国的南方 这个西南方 去旅游 旅游呢 他这个 其实也应该不算是旅游吧 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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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亡到这个中国的西南部 那个明山大川 那个也看到很多中国 因为我觉得在我看来的 这个北京啊 是一个中心的地带 那么离开了中心 他就感觉到非常的自由 感觉到一种这个自由的空气 所以呢 他有这种新鲜的 有一种开放的思想 而且呢 离开我们中国的 这个所谓儒家这个儒 这个作为主导在这个地方 到这个西南地方也 西南地方大家都知道是比较 什么呢 比较神秘了 比较没有开放了 很多大自然好像是我们中国 古代的那个 那个 那个 去园 家乡的地方 那么 那个就有很多的经验 见过不少的人 也 也做过一些研究 比如说研究这个中国 中国这个民间艺术 那些 其他的比较古老的艺术 就是从中心的北京到边缘的这个地区 其实呢 他说是逃亡 逃亡其实呢 他总是在逃亡 总是在逃亡 所以呢 他的生命的一个故事 那么他的经验呢 大家都知道 后来就写出来了 就写成变成一本这个什么呢 林山 一种很出名的一个小说 那么1980年代 末期呢 他就离开中国 就定居法国 我们说 往后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历史了 The rest is history 就是大家都知道 200年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拿到这个 我非常荣幸的 是中国人 这个 用中文 华文来写作的人 第一次拿到这个 这个 文学奖 那个时候呢 我也去他 邀请我去瑞典 去看他拿这个奖 在这个 瑞典这个社会课数院里面 用 第一次用中文来演讲 这个获奖的演讲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 就是这一篇很著名的这个文章 文学的理由 这一篇 这个是第一次 真的是第一次 这个 这个 那么 所以这个拿了这个 诺贝尔奖以后呢 他继续写作 原来呢 他有 往后呢 就是我说 这个 神剑呢 就是一个艺术家 他是一个 文艺复兴型的作家 什么原因呢 他除了是写文学 文学他也写 很多不同的文学体裁 比如说小说它就名戏剧 它是我认为它是当代这个中国最有才华最有突破性写得最好最优秀的一个戏剧家 那么 他也写诗 也写诗 也写诗句 而且呢 他还画画 因为我们图书馆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画 你们有时间就慢慢地欣赏这个好像有一点像这个水沃画可以引起你们很多的这个瑕疵的这种很有启发性的这种画作 这个他的作品就是这样子 那么除了这个画作以外呢 他也是一个很出名的摄影家 其实他在中国大陆里面呢 已经喜欢摄影了 已经有很多 已经展出过他的摄影的作品 那么我们跟他去法国的时候呢 他也跟我们拍照 当然我们的照相机呢 不是很专业的 他也拍了做导演 他也是一个导演 就是这个 一个导演 这个你怎么样 怎么样站住 怎么样做 然后他就这样子 这样 就 把不同的这个 这个pose 就拍了这个 这个 很有很有他的特色 那么 血影 所以我们说 文学画作摄影 最近呢 他有另外一种艺术 就是电影 电影 他很喜欢电影 最近的 他一共拍了三部电影 第一部呢 叫做这个 彻影影子 那么第二部是 红光之后 最近一部呢 就是美的张礼 美的张礼 那么三部 这个他就是很迷的 他就花了 最近这一部电影呢 花了七年的时间 《四边之导》 里面没有寄演 就是 《四边之导》 你们有机会呢 可以去大会堂 去看我想 好像是1月1号 或者是2号 1号吧 应该是这个 在大会堂 都可以上演 拍得非常的美 非常的美 所以呢 我要讲的就是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 一个艺术家 而且是一个追求艺术 艺术的美 所以他的 美的张礼 就是他 就是感慨 这个美 在当代这个世界里面 在这个艺术界里面 已经死亡了 已经消失了 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就感到 非常的 这种感慨 当然在我看来 其实这个美呢 就是在他的电影里面 就可以看得到 其实还没有 还没有 就是他的作品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等于回来 尽管可以讨论一下 可以讨论一下 所以呢 这个 他的这种生活 跟这个艺术的一些感慨 但是我就是做一个前提吧 就是说 我觉得 我 经常说 在英语来讲 就是 The style is the man 就是他的艺术风格 就是他的一个人 他的画作就是他的人 他的剧作就是他的人 也有可能里面有一些 是自转式的这种 这种 这个 这个 这个元素在里面 但是当然有改过 有过滤过 有选择过 但是我还是觉得 它是 对于艺术 还是有一种真 我们中文达到这个 这个真字 也是一定要真嘛 这个真 它就是把剂子放在里面去 而且呢 这个 另外一点呢 我要讲 我要讲 我都讲了太多了 因为 要我讲呢 我可以真的是可以讲一个 一个小时 今天不是来听我讲的 就是 来听今天讲的 这 最后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中国一个 现代的文学批评大 叫做 夏至清 他讲过一句话就是 中国 中国 现代的文学家 都是有一个毛病 就是什么呢 他就是 obsession with China 就是 对中国的迷恋 就是 他们写的东西都离不开 政治 社会 对 这个 跟这个 中国 中国的国情有关系 但是呢 对于内心呢 我觉得这个是我讲的 就好像没有探讨 那么 这个就是 这个现代文学就是 从外到内 这个 高金剑的作品呢 无论是画作也好 无论是 剧作摄影也好 电影也好 都是在探讨 内心探讨 人的价值 人的内心 这个 这个 其实呢 这个是 探讨这个 人性 探讨这个人性 所以呢 通过他的作品呢 我们 不是 不一定能够 有感觉到一种大道理 但是对于我们 自己 这种 有一种感性 有一种启发 就是 启发出 读者也好 这个观众也好 这个观众也好 一种感受 感受 这个就是 我自己 我觉得 因为我 我 我看 他的作品呢 我这个 今天看有一种感受 明天看有一种感受 昨天看有一种 不同的感受 所以呢 这个 这个就是 一个好的作家 一个好的艺术家 所能够给予我们 作为一个人 怎么样去生活 可以 就是 给到我们那种感受 那 好 那么我现在就把这个 这个 这个麦克风交给 高晴健 我们 热热欢迎他 谢谢 谢谢 各位老师同学 大家这么多人来听我讲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其实不是我出了 我是沈校长出的 沈校长给我出了一个难题 《艺术与人生》 这题目太大 这么大的题目 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来 谈这么大的题目 确实是一个难题 我很会琢磨 思考来思考去 怎么谈这个题目 我想我们简单地谈一谈 每个都真的很简单地谈一谈 这个题目确实太大 这个艺术与人生 艺术这么大的一个 我通常没有讲过这样的泛泛的题目 我要不讲戏剧 要不讲 谈文学 要不谈 或者谈电影 或者谈某一个问题 文学中的哪个问题 艺术的哪个问题 甚至当然有时候一些 一些思想的讨论 包括在哲学领域的讨论 我当然也参加 这个也可以接受 但是现在要这么难谈 艺术与人生 后来一个人生 又是一个大题目 这个人生是太复杂了 又这两者之间 这么谈 很费琢磨 就是好几天晚上 我都一直在想 早晨醒来 还在想 怎么在这个短短时间里头 跟同学们要讲讲我的感受 后来我想 还是结合到我自己的感受 而不是泛谈人生 那就可以写多少本书 是吧 从哪个方面讲 都可以写很多书 这个 结合到我自己来谈 我想 先我们讲 先讲人生 对吧 这个人生 真是很难谈 人生就是一个困境 人总也在困境之中 是吧 不管什么时代 不管是哪一个人 说一个人 他一切的困难 困境都没有 是吧 不可能 因为人是生活在一个社会环境下 有一定的社会 政治 经济 伦理 他人的关系 种种的约束 还有 人自身自己的问题 内心的问题 种种的困扰 是 内在的 外在的 人其实 总在困境之中 所以要讲的人生 首先是人生的困境 人生的困境是一个 我想没有一天 没有一个时代 人们可以摆脱这个困境 总会有新的 新的问题产生 这个 对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问题 那么如何解决 从这个困境中解脱出来 换句话说 如何在困境中赢得自由 这就是人的一个生存的根本问题 是吧 当然每人的困境是 具体是不一样的 是吧 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 这个 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 这么就要落实到 另外落实到具体的人 我们这里讲 抽象的人是没有意义的 是吧 这是一个政治话语 人权啊 人道啊 这个这个 这个话语是一个抽象的话语 或者说 我甚至下面要讲到 要摆脱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 要超越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 而回到真实的人 回到真实的人生 回到真实的问题 是吧 这是文学艺术要解决的问题 文学艺术要面对的问题 而文学艺术 文学艺术是什么 就是人要寻求一个解脱 从困境中得到解脱 他要找一个表述 就通过艺术 或者是文学 是吧 这个文学艺术 在文学艺术的领域里头 还真没有编辑 是吧 当然人们可以给文学艺术 设立种种的 什么 无产阶级文学啦 是吧 革命文学啦 什么旧王文学啦 爱国主义文学啦 民主主义文学啦 是吧 以至于后知名主义文学啦 等等等等 那是论家给他套上龙头 是吧 给这个艺术套上龙头 但是就艺术家讲 他追求的是什么 在艺术的领域 这是一个精神的领域 这个精神领域 可以达到自由 那就看你怎么去 在现实困境中的人 活生生的个人 而不是人的抽象的概念 是吧 这里头又区别于老人道主义 我 人们说你怎么 人道主义你也怀疑 是 我认为这个 所有我们接受的观念 都值得重新思考一下 这就是我日后得到的体会 是吧 包括这个老人道主义 我也有思考 这个老人道主义的前提 是一个理想的人 是一个身心健全的人 是吧 体魄身心健全的人 是吧 一个和谐的人 是吧 一个自然人 是吧 可是这个人在哪里 在现实中文中 这个人在哪里 这是一个观念 是吧 现实中的人 是脆弱的人 是有种种弱点的人 是吧 这个 有种种问题的人 有遇到现实的 种种困境的人 那么 这是回到真实的人 就是个人 这个 文学就是 个人在这生存的困境之中 去图得到一个精神上的解脱 找到一个 这个 这个精神上 它是 人毕竟不那么悲观 虽然在困境之中 虽然人自身有种种的问题 但是在一个领域里头 在精神的领域里头 你可以自由飞扬 那就看你认识不认识到 这个处境 你对自身有没有这么一个 一个深刻的认识 你一定要对现实的环境 要做认识 要认识到这个真实的困境在哪里 然后你还要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在哪里 自身也是离不开 有种种的问题 种种的困扰 这样你超脱出来一个飞扬自由 在这种困境中 你找到你所能达到的自由 这就在现实生活中 所能达到这个最大的自由在哪里 只有在精神的领域里头 只有在思想中 你哪怕是一个囚犯 你哪怕在种种困难的环境里 哪怕在一个极权社会下 我有这个生活经验 在毛泽东的时代的中国 是那个极权统治无孔不入 但是你可不可以有自由呢 我之后最后的体会 那个时候我逃亡 我首先在思想中逃亡 我也还是可以找到 就是我为什么要写作 我未写作 那时候不可能发表 而且要惹来危险 甚至你不可以 把你的手稿给别人看 那是很危险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你还要写 冒着这个危险 你犯了什么毛病 要去写呢 就因为要找寻这个自由 精神上要有一个 否则我觉得这个人活着 你要讲毛主席语录 一天到晚 建的所有的公众的场合 学习也好 开会也好 工作也好 在任何环境下 都离不开毛泽东的话 那是政治正确的话 这个政治正确是 代替了别的时代 比方说伦理道德 毛泽东时代 这个伦理道德都被政治正确 都被毛泽东的语录 来代替 你要离开这个话 你要讲点自己的想法 个人想法 就会招来麻烦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写作 还要自由的写作 是不可能发表的 除非你变成一个宣传工具 说党的话 完全按照政治正确 作为宣传品 除非是呢 如果你不想成为宣传品 想表述自己 想要有独立的思考 那么 在哪个领域里头 我想即使是囚犯 也还可以自由思考 因为他可以在他的思想里 至于他写不写出来 那是另外的事情 是吧 有没有条件写 是另外的事情 但是人的思想的自由 是可以达到的 所以人虽然生存在一个困境之中 而且总也在不同的困境之中 但是我们并不那么悲观 我们可以在当时 可能许可的条件下 做一个自由的表述 那么就是艺术或者是文学 是吧 而且这个文学和艺术 不服从于政治 是吧 不管是这样的政治 还是那样的政治 不取从各种各样的主义 各种各样的艺术形态 是吧 这个 而且也不服从市场 因为他不准备买钱 他不是为了销售 但是在这里 我并不反对 卖钱的艺术 艺术家如果要生活 他要卖钱 他要写畅销书 现金到处都是畅销书 像一个作家 如果说 他不考虑这些 那当然 他就得做冷板凳 至少他要做冷板凳 甚至 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 甚至当然 如果在一个极权社会下 可以有更大的危险 但是 人们有这个需要 有这个表述的需要 这就是文学艺术的 我认为 它产生的根本 文学艺术可以有市场 是吧 我们也不反对这样的 是吧 各个因为有不同的需要 但是我所以 我自身的体会这个 我如果讲艺术与人生 在我自身的经验来讲 我首先出注意 我需要表述 我自由的思考 是吧 我这样的话 我才感觉到 我是一个独立的 是一个人 而不是一个工具 是吧 不是一个 换句话说 行尸走肉 是吧 我觉得我的自己 所以文学艺术 对我来讲 就是在这么个环境下 是吧 这么一种需要 至今也是如此 这个我很幸运 应该说 毕竟很幸运 虽然我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但是我毕竟是非常幸运的 在这里要讲 因为结合到我自己来讲 刚刚是一个概说 是吧 人生与艺术 这个从我个人讲 我倒是很幸运 我可以说 三生有幸 是吧 就是不只是有一生 我自己概过起来 我知道我有三生 是吧 第一生 当然我是在中国 是吧 第二生 我是在法国 是吧 第三生 就是在得了诺贝尔奖之后 是吧 应该说到邀请 和这个活动 全世界跑 是吧 因此这是第三生 所以我的第一生 是在中国 是一个中国人 是吧 在一个中国的这个 环境之中写作 到最后 第一 我的年轻时代写作 是偷偷地写 是吧 不可能发表 等到了毛泽东过世之后 是吧 这个 这个 所谓改革开放 刚刚可以文学复兴的时候 我也不敢真把我的思想全写出来 是吧 我还是有很多的 我知道 经济很大 我就把这个 我们在香港人 你们讲话 叫做自律 是吧 自律就是自我 还有一个审查 自己审查自己 就知道哪些 界限在哪里 是不可以 越过这个界限的 我就在这个 自我审查 这个自律的条件下 发表一些作品 拿出一些作品来 可是没想到 这个我这么自律的作品 哪怕是现代小说技巧出炭 你们听听这个名字 这跟政治没任何的关系 是吧 甚至没有跟意识心态也没任何的关系 是吧 这么个现代小说技巧出炭 居然成了一个反动的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 是吧 在内部讲话 就已经给我定性了 一个反动的荒谬的小车子 是吧 所以我第一个书发表 是吧 已经这么自律了 是吧 还招牢这么个问题 是吧 这么困难 后来我另外一个戏 是吧 这个戏就叫《车站》 这个车站就是一群人在等车 是吧 我写了一个喜剧 一个生活抒情喜剧 我把它副标题 是吧 跟政治一本有一点的关系 毫无影射 中国现实社会 我也不想去影射 我写的是一个人生的经验 我为什么写这个车站呢 也是我人生 我现在讲的人生跟艺术的关系 当年那个时候 虽然是这个文革之后 是吧 也就是八十年代初 七九年八年代 毛泽东已经走了 是吧 这个大家觉得有点解放 开始发表作品等等 是吧 可是那时候要等自 等公共汽车 你看呢 哇 车来了 不停 因为里头人全满了 哇哇哇 叫喊那个车跑了 是吧 结果又来一点 没下两个人 上去的人更多 你都搬着车是吧 你要不想拼命 你就别上车 是吧 就多少车过去了 然后 一辆车不停 二辆车不停 底下的吵架的 骂架的 骂娘的 什么 什么都有 因为人要有急事 我通常是经验 一碰到这种情况 我就走吧 是吧 我走的时候都已经走到了 就这么一个生活的经验 我就写了一个车站 人们等车 人们等车 跟贝克特的那个等待歌多 其实没关系 当然我看过贝克特的等待歌多 我法文当时就看过 是吧 这个 不是一个哲学系 所以我把它叫做生活抒情喜剧 这车 根本就不停 是吧 这个戏的最后就是 最后大家明白了 等了十年了是吧 后来人都老了 在车站上等了 最后 哦 这个感情这个站牌子 可能都取消了吧 一个玩笑 但是这个玩笑 不是那么好笑 观众是笑 我们在实验演出的时候 观众哈哈地打笑 是吧 这个我们都不是公开演出 都不卖票的 是吧 这个内部招待演出 争求意见 可是我们 作家协会的党主书记 不知听到什么消息 来看戏了 是吧 看戏完了以后 人们说 哎呀 这个这个 冯沫同志就是作家协会的党主书记 来看戏了 他说 我们剧院的领导说 你要陪他去看看戏 看看戏 听听他的反应 当我认识他 是吧 我就在作家协会工作过的 是吧 我说冯沫同志 您来看戏 欢迎您提一下 提出批评 这个戏过程中 观众没有一个不笑的 是吧 止不住的 比说像人海还有趣 他不笑 他那么沉得住气 他不笑 然后看完信号 他一句话不说 就走了 我当然知道 这是很不好 很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当然 果真 是吧 这个 另一位 是吧 另一位 都是有名有信的 因为确实 确有其人 这不是我来污蔑他们 是吧 另一位是 中共宣传部副部长 是吧 赫金兹同志 是吧 赫金兹同志 是主管 宣传部主管文艺的 在作家宣传内部讲话 清除精神污染 发动运动的内部讲话 这个 车站 就我这个戏 是 建国以来 最恶毒的一个戏 是吧 比海瑞罢官 还海瑞罢官 大家知道 海瑞罢官是文革 发动文革 首先 毛泽东发动文革 首先批判海瑞罢官起 是吧 然后惊天动地 把全民 让全中国人都发疯 是吧 逗得 你是我活 也不知道死多人 是吧 这么一个恐怖的运动 他说这个 这个 比海瑞罢官 还海瑞罢官 最后一句话 是吧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 夜里 十二点钟 跑到北京仁义来 偷偷告诉我的 他说事情不好了 因为他刚刚练习了会议 听见的这个 这位贺部长的发言 是吧 贺部长的讲话 动员 所以说像高兴建这样的 要让他到青海 锻炼锻炼去 我想大家 向大家都明白 是吧 青海锻炼锻炼去 意味着什么 我当然 我立刻的逃 是吧 听见 不过 这个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你说 刚才你讲这个 这个 讲的是对现实 或者对困境 有所 有所 认识 有所 理解的话 就可以有 自由 是吧 那么你刚才 你讲到这个 这个 车站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 是通过文学艺术 也可以 对现实有所 理解 就是也有可能就是 因为你通过车站 这部戏 这部戏 戏剧做一种 艺术也好 文学也好 观众看到了 对他们 对现实 也有所理解 也有所领悟 那么就得 得罪于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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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 这个政治 这个班子 这个官员 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呢 或者是 因为你有 他的感受跟 跟一般观众的感受不一样 他是独特的感受 对 没人那个接受不一样 普通大家的观众 没有人不笑的 那就说 笑是一个解脱 笑是一个自由 笑是止不住的 他发自内心 他就笑了 因为引起了共鸣 是吧 这个 这个 他有 观众一定接受了 根据自身的经验 有一个理解 是吧 理解了作者作品 里头 因为作者就通过这个戏 和观众做了交流 是吧 那么 有一个解脱 作者想要 解脱的 通过这个 这么一个 戏剧的形式 是吧 通过喜剧的 这么一种 审美的方式 大家得到了一个 一个表述 是吧 而且这个思想 是可以传达的 这个戏并不是 我不主张 戏剧重振 我不主张 文学艺术重振 这是一个灾难 这个文学艺术重振 从这个 这个马克思时代起 是吧 号召这个 这个 一代一代的 至少现在 我们到今天 有几代 马克思主义者 是吧 他们都要把文艺 变成什么东西 像阶级斗争的工具 是吧 这个革命的工具 是吧 宣传品 到了共产党当政以后 就是宣传品 是吧 但共产党不当政的时候 是武器 是吧 是这个 这样的文学 从苏俄 苏俄 苏联的革命文学 是吧 在列宁之前 到列宁之后 这个 这个 有多少作家写的 这样的文学 到了过 毛泽东 延安文艺座谈会 说有多少 这样的文学 在西方的 马克思主义者 同样也有多少 这样的文学 包括 法国有名的作家 没有人借这本书的 是吧 我从 而且我不仅是从 我是学法国文学 我从第一卷 看到 第五卷 这个 这个 这个书没有人借的 是的 因为一个戳子都没有 在这个 图书馆盖过 说 但是我想 这是阿拉公最糟糕的书 是吧 但阿拉公一些诗 写的 早年的一些诗 在不从政 不把文学 纳入到政治轨道 意识形态里头去 是吧 他的诗是写的挺好的 特别是 所谓 超线主义时期 这个阶段 好 我就 接着您说的那个话 是吧 我先把这个 这一生 第一生 做一个简单讲的 就这么结果的 那当然 最后的结局就是逃 是吧 好 我不讲这个细致的过程 是这个 我第二生 第一生就是在中国 第二生 是我当时已经邀请 引邀在法国 在巴黎 先从德国邀请 到了法国 正在有一年的创作家 是吧 我正在写我的林山 我这本林山 应该说 既然我在中国写 当年写这些 我的自律 有自律 结果还被查禁 是吧 这个自律是非常荒唐的 我就别要自律了 那么换句话说 我就别想发表了 林山就这么写的 从82年开始 我就想 好 我好歹要写一本 给我自己对得起 我自己的书 是吧 我充分地表述 我自己想表述 这个书也不是一个 词不通政见 所谓后来的 词不通政见的这种说法 我不是一个 词不通政见的作家 我远远把我的这个 文学创作 认为是要高于 高于不管是哪一种政治 是吧 再会我们可以回到来 谈这个文学艺术 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的问题 这个 我就在写这本书 我并不打算这本书 在深前发表 是吧 但既然我有一个机会 邀请到法国 到巴黎 我要利用这个自由的时间 来写这本书 这个时候 遇到了天安门事件 我当然 没有必要再 首先我自己 就没有必要再回去了 再一个 我就很快写了 一个剧本 叫《逃亡》 以天安门事件为背景 是一个美国剧团 向我订的这个戏 他们说 你要找个最好的 剧作家 就是高兴建 结果他们介绍的来写 可是我这个写的 不是一个 宣扬民主 运动 作为另一个 所谓持不同政见 我这戏里头 没有英雄 所以在美国人不高兴 这个美国 这个团长说 要么 这个意思就是 我们电话讨论 要么就是 我要到伦敦去开会 我付这个 旅费 你到伦敦来 我们来 来一块商量 怎么改这个剧本 我 请一个朋友回信 告诉他 我说 共产党的妹 让我改剧本 我都不改 一个美国剧团 让我改剧本 我说那就谢谢他了 我收回这个剧本 当时的翻译费 我说 我付了五百美金的翻译费 因为翻译费 他要看 他要有一个出租的 有一个英文的译文 我说 我付这个翻译费五百块钱 那我这个剧本收回来了 我就不改了 但是有眼力的是 瑞典皇家剧院 他们一个字不改我的 全部演出了 这是一年之后 在瑞典皇家剧院演出 这是我第二个阶段 这我就告别了 这个中国 我告别了这个中国以后 就第二个阶段 就逃亡了 这是我的身份 是一个政治难民 在法国 这个 人们有不少的流亡作家 他一生都是一个政治难民 或者一生都是被认为 叫持不同政见者 持不同政见的作家 我不接受这个 这个 这个标签 因为也是一个政治标签 持不同政见也是一个政治标签 我远远超过政见 我以为艺术文学 它是对人类生存的思考 是吧 它远远超过一个浅进的 这个 这个 现实的政治的利害关系 当然 它超越市场 是吧 一个 一个市场的 经济上 所以经济和政治上 这个现实的利害关系 文学艺术 我以为文学艺术的根本 是超越这个的 它是人们精神的一个需要 也是人们从现实困境中解脱的 是吧 一个 一个 一个需要 那么 我这第二生 我不想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作家 是吧 我就这种 非常历热 祖丧 而且恐怕你这一辈子都 戴上一个烙印 不得解放 变成一个持不同政见者 是吧 没有政见 是吧 压根超越现实的政见 为什么不可以 我认为是可以的 所以这就 谈到 我的第二个阶段 我应该很快 从这种持不同政见的 这种身份 里解脱出来 这就是我第二生 在法国的第二生 我得到法国籍是1979年 就是五年 几年之后 我才拿到这个法国籍 作为法国作家 法国公民 这个 可是 我成为法国公民之前 一年之后 我就解脱 我自己解脱掉 我这个所谓持不同政见 这么一个 这么一种政治难民的身份 所以我不认为 我不认为我要是一个 这个难民作家 是吧 是吧 那么正好 法国文化部的朋友 给我 定一个戏 希望我写一个戏 是吧 并不要求我这个戏 我法文写 是吧 可是我的戏 既然在中国都是纪念 我也能看不到我的戏 在这个 在华语地区 那个时候有什么 条件也 而且没有什么必要 这也很受限制 我既然是法国定我的戏 我为什么不用法文来写呢 虽然法语不是我的母语 是吧 我写得起来是很困难的 困难到什么程度呢 我又要想 因为我对语言的要求很高 我又不想写一个 一般的法语 能演演就算了 我希望 因为我看到那么多法国的 这个优秀的文学作品 我如果这个法语不是那么漂亮 是吧 那我就不必写了 因此我这个法语第一 第一个长句子 我要写很漂亮的法语的长句子 而且很有音乐性 为了写这么一个大长句子 不到一页 不到一页子的一个大长句子 这个我花了三天三夜 是 这对我是一个挑战 但是最后戏写完了 写完了戏 这个戏已经 现在已经将近二十年过去了 也仍然一演再演 法国也 别的国家也演是吧 很多国家都演过这个戏 这是我 那个时候就 这个戏呢 跟中国 跟政治毫无关系 跟中国也毫无关系 这个戏叫做生死戒 是吧 这个生死戒是一个中文的译文 我自己当然又把它写成一个中文译文 其实是非常法文的戏 是吧 我后来连续写了五个法文的戏 跟中国社会没有任何一点关系 跟中国情节没有任何一点关系 一个挑战 所以我就要说到身份的问题 是吧 我认为这个身份的认同跟政治一样 民族国家和身份的认同 对一个艺术家来讲 特别对这个当代的艺术家来讲 连商品连资本都全球化了 这个人怎么连商品资本都不如呢 要靠在一个什么中国啦 什么民族啦上头 那是一个政治概念 对艺术家来讲 对一个人来讲 是吧 或者就对一个人来讲 这个这种标签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要有意识的 清楚的要摆脱这样的政治标签 所以有这个戏 以及后来我一系列的法国的创作 到我2000年获得诺贝尔奖 我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 是作为法国作奖 法国大使馆大使举行了圣诞的招待会 去领奖的时候 法国的文化部部长也做亲自来出席 后来法国总统希拉克又亲自授予我 一个什么勋章诸如此类是吧 这些是人们把我做一个法国作家 法国艺术家来做 这是我第二身 我有幸三身有幸 我觉得这个还等多了诺奖以后 到处的邀请 那个邀请我是无法应酬 以致我病了 是吧 活动之多 这个我又不仅是作家 我又是做戏剧 又是绘画 又有很多的 也有论述 思想的论述 也有 那么这个 我自认 我虽然到现在 我当然仍然是个法国公民 有法国的护照 是吧 这个法国把我当作法国作家 他们也 说是我是第十几个 诺贝尔奖法国人得的最多 是吧 我是第十三个法国诺贝尔奖的得主 是吧 现在已经是十五个了 所以还是法国人最多 是吧 得诺贝尔奖的 所以他们是把我这么看 可是我自己呢 我学 我自认是一个世界公民 我这个话也不是说 事实上我是一个 因为我的戏也好 几乎全世界 包括非洲 包括南美洲 澳洲 都演我的戏 那叫不用说了 欧洲 美洲 亚洲 我的话至少是三大洲 美洲 欧洲 我的画展 已经 我的个人展览就有八十次 是吧 不说我那些 参加那些 那些 这个 那个展 就是我个人画展 就有八十次 这个戏在全世界也演出 所以我为什么 我确实是一个世界公民 是吧 虽然没有发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联合国发一个复照 世界公民是吧 我仍然到处旅行 还是法国复照 是吧 但是我觉得 从我的 我如果说 找一个身份上 我觉得这个是 比较合适的 是吧 事实上也是这样 那么就说到 当今的一个艺术家 一个作家 是吧 的处境 连商品都全球化了 你干嘛 还要贴一个标签呢 在你自己的创作中 在你的艺术思考中 在你的思想中 是没有国界的 没有民族界限的 是吧 只有一个语言的限制 如果你是作家的话 连画家 连语言的限制都没有 是吧 它是普世相通的 音乐家 那是音乐相通的 都不用翻译 那么语言 语言也是可以翻译的 是吧 我现在的书 翻译成四十 至少有四十种语言 是吧 光这个阿拉伯语 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 所以这个 你可以说 是 这个语言是可以翻译的 而有这么多译本 我碰到一个 一个阿富甘尼斯坦的作家 我原来都不知道 还有这么一个地方 是吧 这个在某一次文学节理的 一个阿富甘尼斯坦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作家跟我说 拿了一本书 是吧 说请我签名 这是波斯文 我还不知道 之前我还不知道 有一个 现代还有波斯文 我知道古代有波斯 是吧 有波斯文 现代还有国家 用波斯文 我这很奇怪 我说我还没有过这个 你能把这个书 给我留下吗 他说不 我只带了一本 我就是要请你签名的 而他告诉我 你说这个翻译嘛 提醒一下同学们 就在这个中大的图书馆 有一个高兴建的 特长是吧 那么你们去看看 这个翻译的 不同的翻译 都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书 有些文字你看 也不知道是什么 什么文字都有 对不起 对不起 是 我就是刚刚在图书馆看到俄文的 人们告诉我你有俄文的一翻译 我没见到过 我刚刚在图书馆 他们要我签名 就图书馆收藏 就有俄文的 所以有那么多 这说明什么 这个 我得到这个 不同的读者的反应 人们都不觉得这个 林山是一本写中国的书 是吧 这个 我在这 不妨也说 这个 我有一次在 这个 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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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伯林 是吧 克林顿 那是 我得一个奖 他也得个奖 叫做 《终生成就奖》 是美国的 这个《终生成就奖》 发了这么个奖 他也在 我也在 然后他走过来 握个手上 他说 我组合你 林山 是一本 人类的书 这个 所以有这样的反应 就大家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 讲一个中国文化 或者是一个 我特别不喜欢 包括我的画也好 特别不喜欢 凡是如何说 这个展览 说是 是 强调它的中国性 我就不参谅 因为我不是古董 我不需要 不需要贴上这个标签 是吧 所以这个 我有意的排斥 这个 贴上一个中国标签 所以这个 所以说 这个 就是那个 高兴建的作品 无论是文学 艺术跟画作 都是有一种 普遍性 univocality 所以呢 这个 不同 文化背景的 这个人看了 也 也可以感受 其实呢 这个 刚才 你讲到 这个 比如说你 用法文写 写了一些剧本 都跟这个 中国没有关系 其实有一些是有关系 比如说 对话与反节 你们就有一个和尚 和尚在旁边 他没有 台词的 没有讲话 就在旁边 做 玩一些 把戏 当然就是 在解释一下 或者是 评论一下 居中人的一些 谈话 的动作 但是呢 他 也有 写一些 关于中国 用中国古代 典籍改编的 这个 比如说 《上海经传》 《敏城》 跟《八月水》 那些 其实呢 虽然都是 都是用这个 中国古代的 典籍 或者是 历史人物 故事来改编 其实呢 这个国外也有演出的 不但是 比如说 《敏城》 就在韩国 韩国有一个演出 《上海经传》 在西班牙 非常的受欢迎 对不对 那个 那个还有 还有这个什么 这个 《上海经》 《敏城》 还有这个 《八月水》 《八月水》 《八月水》在 马赛 马赛用这个 歌剧来演出 这个 《八月水》 这个 什么 歌唱团 《극剧院》 《剩俱院》 《个性传媒》 演出 魅び》 也 非常的精彩 具体呢 评论非常的好 或者 你也可以 用这个 来讲一下 即使 是中国題材 是吧 包括我写《上海经传》 但是 中国的不能在中国了 《上海经传》 根据古迹《山海经》 以为初处来写的一个中国的远古神话 我当时写的时候是这么想的 这个在我之前应该说 这应该说没有中国作家 或者是在中国文学史上 人们只把《山海经》那些片段 作为演绎 鲁迅写过 有些矛盾 文艺多他们也用过 用过做一个像中国古代一样 把它作为一个预言 作为一个故事 加以自己加以演绎 人们没有想到 这些左翼从《山海经》中 出来的 《山海经》中往往 有时候只有几句话 甚至只有四个字 在某一个事情提到 当然在中国其他的古迹里头 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参照 说明在中国远古有一个 不是一个 有远古有一系列 华夏有一系列的神话 神话体系 而中国的自大 这个神话体系跟希腊的神话体系 不一样 希腊只是几个小岛 所以他的那个上帝也只有一个宙死 可是中国这个 你要去看看《山海经》 这个远古神话里头 北方有皇帝 南方有炎帝 还有东方有帝郡 也是帝 西方有没有吗 细想一想也有 我的西王母 王母也是帝 而且是不死的 西王母是不死的 不是一个人世间的帝王 那么可以说在中国远古 华夏广大的华夏地区 比希腊地域广大得多 有多个的部族集团 那个时候还不形成民族国家 没有这个民族 民族的概念是很晚才有的 这些部族集团 都有自己的原始的神话 形成是自己的神话体系 可是到《山海经》这个书 出现的时候 至少是战国时期 换句话说 至少是公元前六七世纪的时候 这个书大概就已经有了 而且可能不是一本书 是各地的巫书的汇编 所以有《山海经》 有海外偏东西南北 实际上就是一个广大的 华夏地区的一个集成 一个合集 这个合集里头呢 包含了各个神话体系的片段 东西南北部族集团的 神话体系的片段 我做一个什么工作呢 我做的是一个 人类学的考古学的工作 就是把这些碎片 就像一个我们考古工作的发剧一样 发剧了一个罐子 有若干的碎片 一个骨头罐 我的工作不是说我重做一个 拿它 借它为影子 我来再度断一个故事 新编一个故事 不是 我企图把这些碎片拼凑起来 它所残缺的部分 我就留到它残缺 做一个严谨的 像考古学一样的 背后有做了一个 人类学的这种观念 在后头支撑着我来做 启动恢复中国已经丧失了的 远古华夏已经丧失的神话 我做了这么一件工作 我做这么工作的时候 大家可以 我自己很明白 因为有一个希腊神话的参照 那么丰富的希腊神话参照 我想我所有的材料是如此丰富 足以和希腊神话来比美 但是希腊神话由于荷马史诗 它把这个东西都变成了故事 相当贯穿 我当然也企图 我所做的种种努力 就是要建立 重建一个 或者说重建一个 或者说怎么 修复一个 恢复一个 已经丧失了的 失散了的 东方的远古华夏地区的神话体系 因此这个观点是一个人类学的观点 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是个神话学的观点 实际一个考古学的观点 来做这个东西 找寻它和其他的神话体系的相同之处 所以最后 我有兴趣的是 这个人性在这些神话中包含的成分 所以这里头 从《上海经》中可以看出来 有一形象 就是这个意 射太阳的意 这个意 我认为是可以说 人的意识的最初的觉醒 意本来是天生 天生 天地 地君 让他去 因为他的十个儿子 十个太阳在做 在胡闹 这个世界 满地都是灾难 他去 他就把射了 最后不听话 这些太阳不可回 天庭 他射掉了九个 拿的弓箭是天地给他的 好 当然 触犯了天庭 被驱逐 所以他得罪了天地 得罪了地 得罪了上天 他到地上来了 得罪了地上 地上众人要拥他为王 他不想做王 因为他 不管是王也好 你的死 人生命有限 他已经丧失了天性 被天庭赶下来 因此生死的焦虑 是他首先的焦虑 这是一个人的焦虑 神没有这个焦虑 所以人的意识的诞生 首先从这开始 然后他有男女之间 夫妻之间 他的妻子是 最后他妻子也背叛他了 上了月亮去了 吃了不死之药 他要求不死之药 要求长生 他去找到希望母 希望母给了他盘桃 没想到 他妻子给了吃了 就是嫦娥吃了分月 在后世被写成一个美丽的神话 不 我依照这个神话原始的心态 来处理 我一点没有瞎编 原始神话里头 东汉以前的记载 是 嫦娥变成是一个赖侠 在天上 这是 这是另外的故事 最后 义也是古迹的记载 义是怎么死的呢 是人们 出了怪事 天上出现赖侠 人们的恐惧 都是你惹的祸 都是一惹的祸 大家恐惧 就把义给打死了 这个 天也不用 地也不用 人也不用 一旦一个人 觉醒到他 个人的 我想 个人 人的生存的困境 从远古 那么远古的时代 就已经觉醒了 这是一个人类普遍的事情 一个普遍的觉醒 我没有把它特地的 变成一个中国神话 所以这个戏 一旦也 如果 放录像带 人们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的另一个戏 是上海街 八月雪 在马赛歌剧院演出的时候 打了字幕 没有人说看不懂的 全掌起立 大家 这么一个中国 禅宗是一个 可以说 甚至很玄妙的事情 但是通过这个 我没有把六祖慧能 变成一个 一个佛 我是把它 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思想家 作为一个真实的人 来呈现的 我也没有把 那个 这个 这个 禅宗 搞得那么玄妙 我以为 慧能 是一个 伟大的思想家 我不怕他 作为一个宗教领袖 来看 宗教的革新家 来看 他当然 他是一个宗教革新家 也是一个宗教领袖 但是 对我来讲 在今天来讲 更有意义的是 他的思想 他的思想什么 回到 平常心 人 回到平常人 回到平常心 他并不 把自己当作一个 活福 来看 那么 平常心 一个平常心 就 智慧就产生了 我们刚刚讲 人的生存困境 这个人的生存困境 怎么认识他 如果你一个 平常心在讲 所以这里 我要讲 二十世纪 人们受到 各种各样的 意识形态的 这个 让人捉迷 让人发疯 从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 以及后来的 社会主义 民族主义 各种各样的 民族主义 国家主义 种种的主义 让人们发疯 战争 革命 死那么多的人 超过任何一个 封建王朝的 这个 之间的战争 死人之多 二十世纪是一个 我觉得 在历史上 讲起来 是一个 恐怖的世纪 死了那么多人 虽然 二十世纪 科学技术的发展 是迅猛的 这是另外一回事情 可是人类 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处理社会 人们并没有 聪明多少 为什么 因为意识形态 政治让人发疯 这个东西应该 回到平常心 惠能的思想 所以我说 惠能是一个 伟大的思想家 他回到这种 平常心来观察 人是同时 去我治 对我 自我的 这个 自作 是吧 妄念 能够看得 看清自己的 种种的弱点和问题 这个 是 这个 惠能的思想 值得发扬光大 所以我写了 白鱼写这个戏 而且 被西方的观众 他们看懂了 是吧 引起了共鸣 他们并不把 觉得这个 惠能是一个 神 是吧 是一个活服部 他是一个 很平常的人 但是他有 这一双贵眼 一个智慧 明白 与人在这个世界上 处理的 这种困境中 而困境中 如何有得到解脱 这是给人们 一个启示 这个启示 也不是 一个纯粹的 中国文化 是可以 人类普世相通的 所以我认为 作家 艺术家 他如果说 他的作家 他的作品 有什么作用 起什么作用 除了他自己表述以外 他有一个作用 就是他给留下了 一笔文化语材 这个文化语材 不仅是超越政治 超越意识形态 同时 也是超越语言 是可以翻译的 超越国界 超越文化背景 而且还超越时代 就是后世人们再读 我们要读 河马史诗 我们读 莎斯比亚 没有意识形态 我们读 巴尔扎克 没有意识形态 他把人世的众生相 如是这般展示出来 对后世人讲 是 这里头我就 一会儿我们可以跟 咨询兄 我们是称兄到底 我们是老朋友 多年 几十年的老朋友 所以我们经常讨论问题 所以我翻译 我翻译你的东西 不单是文字 当然是比较难的 但是你解决了 这个文字的问题以后 这个其实 好像是其他的作品 还是有一种文化的问题 隔墨的这种问题 但是呢 这个翻译 这个形建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 文字我说的 当然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它有很多 里面有很多 音乐性的这种节奏 还有背后的这种意义 也要翻出来 也不要太浅路 对不对 也不要翻得太清楚 对不对 也要比较分析一点 含水一点 但是呢 这个主要的这种 令到读者 有感受的这种方法 我想这个 对于中国的读者 是可以有沟通 对于英语的读者 也是一样的 或者是全世界的读者 也是 或者观众 也是可以沟通的 就是他刚才你讲的这种 所以他的这个戏剧的作品呢 无论是小说的戏剧的 在国外也是非常非常流行 它是我们中国当代戏剧家翻译的在国外演出最多的一个 最平静的一个 最受欢迎的一个 就是这样子 对的 你这个 你这个 讲完以后 是不是还要 也要讲一些 谱 谱的东西 就是 这个关于 刚才我们打算说 这个 这个是不是可以 请他 讲一下他 这个学生 生活 的时候 一些经验 那么让大家的 同学们 可以 可以 学习一下 有所接近 那么 很有趣的一些经验 好不好 我们刚刚都讲了太大的问题 是吧 这个 过于严肃 我们现在回来讲讲 一些 我自己的 刚刚 咨询兄说 谈一谈 大家都是 年轻的同学们 谈谈 是 倒不如谈谈 我的大学生活 因为 这跟大家很贴近 这个 我的大学生活是 我跟大家 现在的年纪一样 17岁上大学 进了大学 这个 也是一个偶然 这个 读了一篇 艾伦堡 俄国初儿作家 是吧 史大林 死了之后 赫鲁晓夫时代 赫鲁晓夫是所谓 简动 是吧 就是 相对的自由化一点 是吧 当时 那个 有一个苏联作家 这个叫 艾伦堡 他的回忆录 这个时候得以发表 那时候我还是在 就是高中 高三 要毕业的时候 是吧 我看到他发表在 捷克的 这个 一个杂志 国际共运的一个杂志 叫展望 叫国际展望 有中文版 在图书馆里头 我找到他 偶尔都看到 其中有一段 讲巴黎的生活 引起我很大的兴趣 我想 这个我该学法文 是吧 就这么来的 是吧 我就 本来我想学科学 又想当画家 又想 本来不是要学法文的吧 本来要学其他东西的 那纯粹是偶然的 是吧 我本来想 想当 学物理或者数学 因为我确实物理数学 非常好 这个 我的高考的时候 不是高考 就是毕业考试 物理数学都是一百分 所以这个 我自认为 当时老师也认为 最好的学生 像这样的学生 就应该去 标的北大物理系 或者是数学系去了 是吧 当时学校 我也自认为 自己恐怕 应该这么去 可是没想到 我跟几个 班上这个 这个 这个 数学物理 最好的几个 几个同学 我们也有一个小组 这个老师的福西 那个高考 准备高考的福西课 我们都觉得 没什么好听的 所以 但是 那个老师很好 只要不再 不讲话 你做别的事情 在课堂上 是吧 他也知道 这些学生 也不需要我们 我们来 来辅导 他讲的都是 比较 比较一般的一些重点 是哪些 这个我们呢 就自己 把苏联的 历年的数学竞赛题 拿来做 就看看应付 如果高考的时候 应付 这个 考场的能力 结果有个 看似非常简单的 一个立体几何的题目 我一节课 没算出来 第二节课 也没算出来 到第三节课的时候 我 突然觉得 我这一辈子 就是一张纸 一个铅笔 多么枯燥 那个窗外的 洋花五月份 洋花飘进来 我们的课拓是 原来是教会学校的 所以那课拓都不是像 通常我们中国的课拓 它是斜面的 有一个墨水瓶的 可以放墨水的 一个斜面 洋花也待不住 就在上头滚 就在我那个 正在那儿 坐在那个纸上滚 外头是春天 可是我一辈子 如果就是一张纸 一个铅笔 他说 还找不到答案 我觉得 是不是我未来的生活 扩后我就跟这两个 一起做题的同学讲 他说 我说我不做了 我再也不跟你们 在一起 他说出什么事 我们也没有做出来 我说我现在 不跟讲 我还不知道 要做什么 然后他有 后面都是 当然说来 说来这个 我想当画家 我们这个美术老师 到做家访的时候 看着墙上我的油画 他说 哎呀想不到你 还画油画呢 其实我偷偷地 他在学校有个画室 我不敢说 我那个学生 他就学素描 你画油画 这也是好高无远 但是我看他怎么油画 我把母亲零化钱 省下来 买了油画原料 我就偷偷地画 我一看有问题 我就看他怎么处理 处理回来 我再去画 我再在图书馆 再借到 借油画的技巧的一些 一些基本常识的一些书 那么我就 等他做高考的时候 毕业的时候 他不知道我画油画 高中生也没有图画课了 他到我们家 他代表学校的意见 是要学校老师的意见 认为像给每个家长 有一个建议 认为我当然应该考理科 理工科 他带着学校的意见来 一看我们家里面 墙上挂的都是我的油画 他就发表了一个感叹 哎呀还真有 印象派的味道 他立刻就改变主意了 对我母亲说 他说 这个中央美术学院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一些老师是我的 当年 他们美院的 叫做中央大学的 美术系的同学 现在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当教授 他说我可以推荐 他就立刻跟我母亲讲 他高考 因为要跟家长来谈 我母亲等他走了以后 我当然很高兴 这我真是真想 没想到他要推荐我去 去中央美术 这我多么美好的事情 所以我母亲说 你学什么都可以 就别当画家 为什么他看了 三十年的赵丹也的电影 上海的电影 那个穷画家 住在格子楼上 要出去会女朋友 鞋子都没的 没有一下好鞋子穿 那个鞋子都通了 他就拿墨来图 这个电影是这样的 我母亲看受那个影响 她说你没看过那个电影 我告诉你 当年上海画家就是这样的 她说你各科成绩度好 我不用担心 你学什么都可以 你干嘛要搞这个呢 我说现在不同了 现在是新社会了 小孩子们说新社会了 我看了很多 苏联的俄国的油画 都是跟中苏关系还没有 毛泽东还没有闹僵的时候 那是五十年代初 我说那个还有 我说这个油画 不是当年解放前 那个穷画家的 我母亲说 你没看我们对面 我们对面就是南京师范学院 就前金女的 后来解放以后 改成南京师范学院 你没看那些 在了美术系的老师 在那画画这个 那个时候不叫广告画 画了这个政治招贴 政治宣传画 介绍社会主义 共农兵的什么 老师在暑假里头 放假就画 街上就画这个 他说这不就是什么 这是美术系的老师 都在画这个 你将来就干这个 说你选别的都可以 我也没办法来 说服我母亲 那我还听话的 这个我不知道学什么 我想我应该学戏剧吧 我就看看 看看大学的招生子 哪里头学戏剧的 招生子 戏剧学院 中央戏剧学院的招生子 我想 因为我从小 五岁的时候 就跟我妈妈上台演戏 他们参加 他有一个业余剧团 是基督教青年会的业余剧团 抗战时期是 他们演救王戏剧 宣传抗日什么这些 当然都是政治戏 需要一个小孩子 我就上台 所以从小我就喜欢演戏 就因为我妈妈的原因 我当然很想演戏 我在学校里 中学生的时候 我也上台 也排戏 跟我们同学一起做戏 我就看看 中央戏剧学院的 报考的条件 我当然想想 当导演都很好 一看导演报名的名单 是30岁以上 导演要有生活经验 要30岁以上 要在专业的戏剧团体 工作过两年的资格 才能报考导演戏 那我17岁当时 根本不可能 那么不是做表演戏吧 就当演员吧 表演戏上的 男生的报考条件 身高一米七 我一米六八 缺两公分 所以就这么 后来就是 偶然的 就是进了 学了发语 那么就进了学校 我的童年 没有太多的焦虑 因为我父母都很开放 思想都很开放 这个在中国内 是很少有的 因为我母亲受的西方教育 这种教育 我父亲呢 在失业以前 我们家的经济条件还好 他是在国家银行 中国银行当职员 那个收入待遇都不错 也算个铁饭丸 后来因为他们也是政治 腐败 把他给 人要安插他们自己的亲信 就把他给 所以他也失业了 后来 但是家境还可以 不至于没饭吃 在我们家 所以这个 也书 也有的是 家里就可以看到很多书 中国的书 外国的书 所以我小时候读书 读得非常自动 远远超过一个孩子 那个读的 这个 我进大学以后 我想这个对大家是 我一进大学 就碰上了57年 中学生是一个 教会学校的前生 那个时候政治还没有进到中学里 那个老师都是之前的老师 老师世界很开放 比方说 我那个国文老师 国文老师拿出当时的一张宣传画 就是好像是青海的牧民 他们的游牧人的生活 宣扬社会主义新生活 一张招贴画 在黑板上 他挂上 他说我们今天做问题 我不出题目了 你们就画这张画吧 所以这个老师思想 还是很有心意的 是一个老教师 我根本就不喜欢那张宣传画 我觉得那算什么呀 我见到的 看过一些油画的福字品 我又是画自己在画油画 我觉得那个 那太棒了 我作文的 我就写了一篇 批评这张宣传画的作文 可是我们老师 没有怪我 中学这个老师 这个老先生 批一个 比例很贱 就是说写得很好 比例很贱 当然也没给我最高分 因此 我们中学就是这么个环境里头 我一进大学 第一课就是反右斗争 这让我开了眼 政治是那么的可怕 这个高年级同学 我们刚进来的新生 当然还没有什么 立刻参加就是反右斗争 高年级的学生里头 右派分子 一个个批斗 我们新生也参加 哎呀 那个学生痛苦流涕 是吧 那个吓得不得了 要做检讨 那个时候 其实我记得有一个学生 就是因为 他说了点什么 什么东西 古希腊的什么东西 我都记不清了 讲了几句这样的话 跟当前政治是不相干的 就是右派分子 是吧 好 过了几天 这个学期还没有结束 我们新生里进来的 一个学生就不见了 后来怎么 后来在大地上悄悄地讲 他说了右派言论 刚进来的新生开除了 是吧 就消失了 再过了几个月 这个被批斗的这些学生 高年级学生 不见了 吃饭 饭汤吃 吃饭的时候没有了 哪去了 底下悄悄地说 还不知道 就是不见了 多少年后才知道 老改去了 是吧 这些人都老改去了 所以那个学生 我第一课进来 是这么可怕 可是我从小在这么家庭的 读书是敞开来读 是吧 家庭也没有这个限制 约束 思想很开放 那么这是第一课 大学 这个政治是这么可怕的 我可不能乱说话 是吧 也不能说 你读什么 因此我读什么 甚至不能让同学知道 因为我读的书 都是远远超过大家 大家这个上的课 比方说 上政治课 这个政治课是 马列主义哲学 叫做马列主义哲学 一上就是一个上午 就是政治课 这种马列主义哲学 其实我那时候什么都读 你不是讲马列主义哲学吗 我就把马克思的原著找来 是吧 马克思哲学 马克思没有哲学著作 最接近哲学著作的一本书 叫费尔巴哈冷刚 我就找来都看了 我不等你讲 我连费尔巴哈冷刚都看了 我不知道我们那个 讲政治老师 他是否读读过 我也不知道 所以他那个课 当然不用去听 是吧 那怎么办呢 要点名 你不能就不能不在 所以一到 一个上大课的时候 要点名 点名有班长 班长点名 我把我坐在最前排 我把书包放在 等他点完名 我就溜了 是吧 所以一个上午 我就躲到图书馆里去了 我看我的书 那个时候 每个学生有五章借书证 是吧 只有一本是借小说的 还有别的 也别的书的 没有人 都用五章借书证证 因为大家 还有这个专业课 是吧 法语啊 这些专业课很多 这个 可是我的兴趣很广 我就把班上 大家不用的借书卡 都收到来 因为我有几十张借书卡 所以我一到图书馆去 我借一书包的书 是吧 几十本 这样我就跟图书馆的 管理员熟悉了 没有学生 是这么去借书的 是吧 这个时候我想看 因为有一本书是 我在中学没看到的 这是我觉得 在读文学书是必读的 就是 格德的 佛斯特 这个借书卡上有 但这本书老借不到 我就跟图书馆理员讲 我说 如果这个 佛斯特来了 你给我能不能留下来 他说 这个书现在传的太多 但是因为我已经跟图书馆 管理员认识了 所以他就 好 等了一两个月以后 好 我 我借到了 佛斯特 格德的佛斯特 格德的佛斯特 当时是 是古墨洛翻译的 那个半文半白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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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文 那个义文 很难读 这个也不流畅 三大本 这个老的版本 有三大卷 每卷都很厚 我借到手的第一本 已经破破烂烂了 这个书看得很旧了 好 我把第一卷读完了以后 我去借第二卷 第二卷 你不用等 立马就拿出来了 第二卷 第二卷上盖过 可能最多不超过 十个戳子 这书后头 有个单子 就说最多 借出过 十多次 我很快看完了 然后借第三卷 我 之前没有一个戳子 那么就说 包括在外语学院 外语学院有德文系 德文系的老师和同学 且不说别的系 没有一个人 把这个 中文的佛斯特 读完了 我是第一个 这是我读书的纪念 可是我读完了 佛斯特以后 三卷都读完了以后 虽然这个译文 很 截取 凹阳 是吧 但是我看到了一个 一个 一个 哥德能把一个作品 这么复杂地呈现 一个大作 这是一个不朽的大作 日后给我留下 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能写的一些大作品 从这么小的时候 年纪 是 一个文学作品 需要精心的结构 这么复杂的结构 不惜 所以我零三可以写 一写写七年 如果不是天安门事件 在巴黎 我还不知道写到哪天去 是吧 我用的材料 可能只是 最多用了 五分之一 是吧 但是我当时就 因为我面对到 另外一个环境 我的结束 就不能再这么零三 这么五指尽地写下去 是吧 但是零三就是一个 庞大的结构 我也想 要回想一下 跟我在大学时代 读书有关系 这个仅仅是一个例子 我说 刚刚我讲的 那个读 这个路亚拉共的 共产党人 五卷 我读完了 还有一个作家就 这个书就压根没有借过 从医院起 就没有人借过 也是五卷 是什么呢 丹麦作家 Nikso 人都不知道 后来我到丹麦去的时候 只有专门搞文学的人 后来才讲 Nikso 想一想 是 上个世纪末 是吧 是 这个 二十世纪初 他有一个写 当时的丹麦社会的一个长篇 有五卷 是吧 这个 没有人借过 我是 从第一本起 就是唯一的一个错子 一直读到五卷 是吧 我这样读书是什么 因为我这么跟图书馆管理员搞得那么熟 图书馆管理员就可以 别人不可以进书架里去 你都是要插卡片 要是不是说那么多学生 我就有个特许 只要你人不在里 你就进去了 所以我可以片番书架 有的书我不一定借 我可以一个上午在 如果没有课 一个下午 一个没有课 我就可以泡在图书馆里头 就坐在那一翻就翻过多少本书 是吧 所以我经过我的手的书之多 这个日后对我的是非常有好处的 比方说 我读历史书 历史书不仅是读这个通史 我读过苏联通史 中国通史 历史书读得之多 还有一个太平天国史料 在这个文史 我们有一个越南史 是文史越南史 因为我们是外宣 文史越南史只有老师去 老师借书 什么查考东西 没有人进那个越南史 而越南史也不在图书馆楼里 在另外一个地方 那是很好的地方 凡是要找我找不到 有什么义务劳动 什么开这个会 那个会 突然又有这个会 那个会 政治学习那种活动 都找不到我 我往往躲到那个 人没想到 还有个 因为他们从来不会去文史 他们去图书馆 不去文史越南史 那是一个给老师开辟的 一个越南史 而且那个都不要借 就这个书架上 你就可以直接拿下来就看 所以我一下子就把太平天国史料 有十几卷 有这么长 是吧 史料一看 惊心动魄 看了那些 就农民革命 在我们这个共产党 那个毛泽东时代 这个农民革命是 是共产党革命的前身 是吧 农民革命是一个神话 是吧 是这个反封建 反地 反封建 可是我看到那个史料一看 让我吃惊 他们杀人如马 那个历史史料里头 到哪儿杀哪儿放火 杀人如马 不仅他们杀人如马 他们内部 这个 这个造反的 这个 这个农民内部 互相残杀 真权夺理 互相残杀 那些农民的领袖 那个 惊心动魄 让我非常震怒 历史是这样的 我就动了一个念头 我要把这个写出来 写一个戏 那不是惊心动魄吗 我真写了一个戏 这个戏的题目 也不是一个 很革命的题目 也不是赞扬他们 就叫农民 这个农民革命 农民战争 那种残酷 惊心动魄 写了一个三目大戏 五个笔记本 然后满满的 叫农民 当然 后来文革来了 我头头全烧掉了 这是我说 我读书的经验 我读哲学 读历史 如果读文学 我可以 几个月 把德国文学 所有的德国文学的译本 重要的译本 至少我 我们可以进图书馆 可以翻阅 在德国文学的 这一栏里头 哪些作家 我基本知道的 我都翻阅一遍 几个月 就把所有的关于 这个 德国文学 俄国文学多了 译本 在东国很多了 俄国文学 英国文学 美国文学 这个包括意大利 这个 丹丁的神曲 我当然看过 这个 看书应该说 我不知道 我们的老师里头 有没有像我 看了这么多的 所以我们那个 讲法国文学史的老师 上课的时候 他讲的那点 法国文学史 我不用听了 然后他出的考题 我觉得也太简单了 我就写他那个考题了 我就洋洋地写了一大篇 我们这个 那时候一些老先生 我非常感谢这些老 这些老教师 老先生 这些老教授 他们还是很开通的 很宽容的 不因为我那么一个小学生 在这里 竟然要 对他的题目 完全不在乎 自己瞎瞎 发挥一通 照样给我一个 很好的分数 当然不是最高分 五减 五分是最高了 说五加是最好的分数了 给我一个五减 是很好的分数了 所以文学史 我就这么对付过去了 我应该感谢这些老师 并不要求这个学生 我讲什么 你就得照背书 他们是很有宽容的态度 只要你学生却有见解 他就照样给你一个好分数 所以这是我在大学里 读书的一个经验 我再比方说 我要想知道一个什么问题 比方说 我要戏剧 写当代戏剧 写当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头的 而不是西方 不是像沙士比亚 沙士比亚 当然我都读了 莫连全集 我都读了 但是像一个俄 苏联社会主义 中国没多少数 中国的 我所谓解放以后 我没几本剧本 那很快我一翻就过去了 兴趣也不大 因为都是一种政治宣传品 你用十分钟就可以把一个剧本读掉 那么我想苏联作家 是不是写过一些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呢 因此我可以一个星期读五十二个剧本 就把这个苏俄的作家就读完了 当然这个一个星期读五十二 这个怎么读法 是要讲究的 一个作家 一个戏剧集 收了三个戏 五个戏 我先挑一个戏 是他的代表作 我真的看完 然后其他的戏 我翻翻看 他大致的路数是写什么 那么我知道在一个俄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 写的是哪些题材是怎么处理的 当然他们都有格式的 也离不开几个套套 所以可以一个星期可以读五十二个剧本 要读真正一个一个剧本读下来 那当然读不了的 我又很感谢 我在那个时候 虽然政治已经控制 已经开始了 但是我们那时候 这个图书馆 像我在进去 还没有说哪些书是不让借的 没有 所以我还在 之后我知道 大学的图书馆 学生哪些书是不可以借的 而且还有哪些书 只能是老师看的 哪些书老师也不能看的 都有种种的政治审查 可是我那个时代 我这个大学的时候 那个图书馆是开放的 一个图书馆 所有书 所以我可以看到 从哲学美学到历史 到这个文学 我都能看到 因此对我日后的创作 和我自己思想的成长 远远超过 在一种政治控制下的那种教育 所得到的东西 所以人们很奇怪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东西 从中国出来 再加上我后来学了法语 我们法语 那个越南史里头 有些西方左派 比方说沙特的编的刊物 新时代 俄国已经解冻了 当时有一个 苏俄文学的 苏联文学的 比中国要解放得多了 要开放自由得多了 出现了 它有个俄文 做法文版 好些刊物 好些杂志 都有法文的 所以我还有另外一个渠道 那个时候 我看到了什么 我看到了 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 秘密报告 在中国是根本不可能读到的 只有政治局据说 连共产党的一般的高干 都看不到的 就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 我看了金星洞破 赫鲁晓夫时代 揭露斯大林的阵阳 所以我对共产党 很早就有 在大学时代 就有一个问号 这个问号 就是我看到了 我曾经跟一个同学 我中学的同学 在北大 我们有一次见面聚会 我就讲到了 我看到这个 他说你可不能讲啊 他说你可不能对谁讲啊 我说我没有对谁讲啊 他自己就因为思想不好 随便乱说话 已经受到了批判 后来我跟这个同学 我们都不敢再见面 不敢再见第二次面 因为我讲了这么个事情 他也害怕 我也害怕 我们俩都没有再见面 好 这是我说 我大学的学生时代读书 还有一个图书馆 我这是 今天我们来 图书馆的 这些朋友告诉我 说我们这个中大图书馆 一些越南史是通宵的 哎呀 太好了 太美好了 我在当时的大学里头 也是通宵的 为什么 没有人管 到了下班时间下班了 我常常要躲 是吧 我就一躲 就躲在图书馆里头 而且我不会找 那个法语的系的 那个法语的越南史 我往外找一个越南史 很偏僻的一个越南史 人们如果要开会什么 也找不到我 所以我可以藏在那 而到睡觉的时候 规定 我们连熄灯的时间都规定 什么时候刷牙 完了 晚自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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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还没有 后来拐的眼 当时也是有 熄灯 那你好 你这个庆史就得熄灯 整个一个庆史 一个宿舍楼 全得熄灯 你没有办法 你要想再读书 没有办法 那时候都在 书舍里了 可是我有一个办法 我可以躲在图书馆里头 唯一知道 可以游舍到 两点三点 我才悄悄溜回去 所以图书馆 是一个知识的宝库 是一个自由思想的原地 图书馆是这么的美好 谢谢 我们这个也是住 这个新的宿舍也是 熄灯的 11点 就是熄灯 那我们就是什么呢 透电 电台还有灯 就是在那边去 透电的 好 这个其实呢 非常感谢 经验 给我们一些很有用的经验 觉得 一个大的作战 基本上大的 以前的训练 跟他自己的 用功是离不开的 那么我知道 还有很多 其他的有趣 很有用的经验 大概我们也希望 这个经验 有机会的 再来 中文大学 再来跟大家同学 再讨论一致 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两位老师 今天非常的精彩 还有 我们听到很多 故事 老师的故事 我想都 可能没有讲过 是吧 在这边是第一次 大家可以有机会 听 谢谢